索尼Xperia XZ2 Pro Max 深度评测 今日索尼正是在中国内地发布了新机线XZ2 手机售价为5999元 但是昨日于东京发布的XZ2 Pro Max 一同亮相但是并未公布价格 索尼Xperia XZ2 Pro Max 其实是在今年的MWC 2018上亮相的 上个月已经率先在中国香港推出 而这一次的发布费的版本主要是面向中国内地的国航版本 售价是5999元 与港版的6198港币相差近1000元 此次Xperia XZ2一改往日的硬朗风格 强入全新的设计员 正面采用了时下流行的5.7英寸18比9比例屏幕 机身的3D玻璃表面营造出舒适的握持感 机身整体玻璃采用了康宁第五代大新型玻璃 以及金属框架构建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 指纹识别也从上代产品的侧面指纹挪到了机身背面 并取消了3.5mm耳机插口 3D玻璃配合圆润机身 手感比前代更好 XZ2依然使用了防水件防尘设计 经IP65及IP68认证能够防尘防水 配色一直是索尼产品的特色 XZ2拥有流光黑、水光银、森狐绿、紫金粉四种配色 硬件方面XZ2搭载了小龙845处理器 存储为6GD-4GD搭配 运行Android 8.0系统 变存量是3,180mAh 支持快充和无线充电 此外索尼XZ2还强了500万像素摄像头 以及1900万像素后置镜头 虽然缺少双摄加持 但4K HDR的拍摄和超慢速视频录制 算是拍照方面的必杀技了 具体来说 XZ2Perman全用的是5.8英寸4K非约率屏幕 机身背面的两颗镜头 采用了黑板加彩色的组合 进入主上头为1900万像素 2.3英寸传感器 光圈大小为F.8 互相头为1200万像素F.6 主要提升暗光拍照时的效果 双摄带来的改变主要集中在ISO的性能上 按照索尼的说法 XZ2Perman静态照片的ISO 可以达到51200万 而在捕捉动态视频时 可以达到12800万 通常在这种高ISO的捕捉之下 我们会看到较多的颗粒感 不过索尼和高通联合打造了 AUBE融合图像信号处理技术 降低噪点的同时还对弱光进行了优化 XZ2Perman保留了960帧慢动作视频拍摄功能 前置上头由XZ2的500万提升到了1300万 其他配置方面 索尼XZ2Perman搭载了高通消耗845处理器 付以6G运行内存 加64GB的齐身存储 拓展存储最高可达400GB 与同时XZ2Perman配备了3540mAh的 容量电池日装Android 8.0 值得一提的是 该机支持IP68级的防神防水认证和无线充电 目前该机只提供黑色和银色 总结 在手机行业没有迎来大革新之前 原本以为索尼将以保持的姿态推出每款旗舰 但这次不同 全新的设计研让我们看到了索尼在推动自己产品的变革 虽然结果饱受非议 但对于索尼来说 起码看到了一些改变 索尼XZ2Perman深度评测 索尼XZ2Perman深度评测 在中国内地发布了新机线XZ2Perman 手机售价为5999元 但是昨日于东京发布的XZ2Perman 一同亮相 但是并未公布价格 索尼XZ2Perman 去